开心网友Cindy王心灵 1月14日晚间8点 锁定总台2023网络春晚 我将和大家一起开心 共造未来 要说乘风破浪的姐姐 第三季中最热门的选手 王心灵绝对排在第一位 不过对于王心灵 还有许多你不曾知道的事 关于王心灵 你不知道的二十件小事 1.王心灵小的时候 家里很穷 不仅是单亲家庭 还有一个弟弟 最穷的时候 家里只剩下一百元 2.王心灵出道之后的 第一张专辑 只卖了六万张 远低于预期 当时王心灵甚至还动了 如果下一张还不红 就退出歌坛的想法 3.当初王心灵 也做过很多行业 甚至还做过彩妆模特 4.当我失去你那一秒 心突然就变闹 轻轻在歌唱 从今以后 不会再悲伤 我只愿意和你 像两个小孩子 我在一起 4.2005年 王心灵成为了花语乐坛中 第一个登上国际杂志 Ella的女明星 5.其实桃花小妹 刚开播的那一年 并没有在中国台湾 引起多大的反响 反而在新加坡 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6.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 神兵小将的主题曲 爱的光点 其实就是王心灵唱的 要唱的这首歌 跟光也很有关系 叫做梦的光点 7.总有人说 王心灵诊容 但其实 王心灵曾经得过一场病 叫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 这个病对脸部有很大影响 甚至还有后遗症病发 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可能危及性命 8.别看王心灵 一直是可爱的形象 但实际上却是个吸扎体质 他遇见的男人 基本没什么好人 9.王心灵遇见的 第一个渣男 是他的父亲 在王心灵 年仅四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了婚 父亲几乎挽起了失踪 只是偶尔来看看王心灵 在王心灵长大 成名之后 他的父亲 更是打着他的名义 在外面招摇撞骗 但王心灵 对自己的父亲 从未埋怨 反而祝福自己的父亲 或许之后 王心灵多次偶遇渣男 也与缺失父爱有关 10.王心灵的初恋 并不是渣男范之伟 而是一个叫做欧定欣的男人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不过15岁 但有关于范之伟所说的 是不是第一次 欧定欣则是表示 自己跟王心灵 只是轻轻抱抱 举高高 并没有越界 但欧定欣的回应 直接把王心灵 推向了风口浪尖 11.王心灵和范之伟 在一起的时候17岁 之所以分手 是因为范之伟多次出轨 但没想到 在分手之后 范之伟公然爆料 自己和王心灵的私密照片 和相处细节 直接让王心灵 成为众矢之地 与女形象破灭 人气大伤 12.因为范之伟 和范之伟的关系 王心灵离开娱乐圈许久 没想到好不容易回归 又遇见了另外一个渣男 也就是姚元浩 13.在跟王心灵在一起之前 姚元浩曾有一个八年的女朋友 而这个女朋友 大家也很熟悉 就是那个经典的 不要吃兔兔的女孩 14.在隋唐公开 Diss王心灵是第三者之后 王心灵亲自召开记者会 就为了告诉外界 自己不是小三 想来也是如此 多次因为男朋友出轨 被伤害 又怎么会去做小三 破坏别人的感情呢 15.当初因为多次 遇到渣男的缘故 王心灵的体重 曾经一度暴跌 最轻的时候 只有82斤 16.按理说 在小三一世之后 王心灵本应该看清 姚元浩的真面目 但王心灵却始终没有分手 反而跟姚元浩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17.或许是因为 看见了范之伟 曝光隐私之后的红利 姚元浩也选择背叛王心灵 把王心灵的私密照 爆了出来 这也成为了重伤 王心灵的戾气 18.在姚元浩之后 王心灵还曾传出过 和兰卫文的绯闻 果不其然 又是一介渣男 劈腿出轨前期了 19.王心灵之所以 多次遇见渣男 说西渣只是西成 但其实根本原因 是因为父爱的缺失 因此 一旦有男孩子 对他示好 就很容易掉进 爱情的陷阱里 20.王心灵能够翻红 其实并没有什么意外的 在王心灵年轻的时候 也曾是顶流的级别 如今与其说是翻红 不如说是粉丝的DNA洞了 总而言之 没有谁一路走来 都是轻轻松松的 王心灵虽然曾是顶流 但多次被爱情所伤 被感情欺骗 即将四时 却依然截然一身 如今能通过浪姐三 找回事业 也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